上回说到了铁木真 为一包复仇杀了奥日古拉 大老婆跟小老婆 可他得了一个好的助手 这个助手就是穆华黎 穆华黎听父亲的话 忠心无二地辅佐铁木真 就跟着铁木真回到了家乡 铁木真把穆华黎带到自己母亲的面前 而且呢 又说了自己杀奥日古拉 大老婆小老婆的经过 赫欧伦一听啊 你报仇是对的 但是你做事太莽撞了 你这么一来势必把战火引来 我们必须做好迎敌的准备 果不出夫人所料 过了几天 奥日古拉搬雷救兵报仇来了 因为奥日古拉回到家中 一看妻妻被杀了 老加努把话一说 奥日古拉把大老婆小老婆埋葬之后 立刻去搬兵 他知道 太赤乌布的两位首领 最恨耶稣该一家 就找到太赤乌布两个首领 跟他们一说 这两个首领就带着兵 跟着奥日古拉 一块就杀向了巴拉古浩热 帮着他报仇 要杀这铁木珍 铁木珍得报了 马上调集围墙内的五百手兵 拉开战阵 准备迎敌了 奥日古拉一马当先 手中一口大刀 铁木珍 你给我滚出来 我堵死你老子 啊 你就杀我的妻妻 不公待天 今天我非把你娘也宰了不可 铁木珍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龙四江任等班安上马 把围墙的门开了 一马当先 掌中枪就奔着奥日古拉来了 奥日古拉 我正想杀你 奥日古拉手拿大刀刚要落 铁木珍这枪已然过去了 这奥日古拉虽然坏 但是他的武艺可不提铁木珍的 打了几个回合 他就支持不住了 那边 太赤乌布的首领 齐勒格布尔河 马上把手中的令旗一指 上 杀死铁木珍 十几元战将带着兵 一块就冲向铁木珍了 铁木珍的四个弟弟 还有 大巴特尔的亲信 蒙格利克 指挥人马勇往上前 游打在围墙里冲出来 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 别看小小的木华里 手持着大铁棒 在地下跑他步骑马 专敲敲敌人的马腿 但是 太赤乌布人马多呀 而且兵京将猛 伯特国的兵将终究是又弱又少 时间不长 伯特国的人马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了 铁木珍就想报仇啊 他紧盯着奥日古拉 奥日古拉一看铁木珍奔我来了 蹭了一下 他骑着马 就钻进了一片乱石杂陈的草滩 铁木珍望前一催马 坏了 这奥日古拉事先在这埋伏好了 里边的伏兵 拿着绷腿绳拌马锁 拿着长钩的一钩 扑通 把铁木珍马给弄趴下了 铁木珍由他马上摔下来 穿出几十个兵来 就把铁木珍来了个五花大绑 这奥日古拉好坏了 当兵的推推嗓嗓 把铁木珍推进牢房 战争平息了 伯特国打了败仗 残兵败将 退进了围墙 太赤乌布中军大仗里 两名头领 齐勒格尔布河 还有塔哈尔塔拉布 跟手下重担将 商议军情 这仗应该怎么打 才能消灭这个国家 把铁木珍他们一网打尽 正在这时会儿 奥日古拉进来了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啊 我们的大仇人铁木珍 被我用半麻所给绊倒了 已然捉到了 好啊 齐了个儿不和乐了 天助我也 仇人在哪啊 我已然把他押进牢房了 大王请您传令 此人不可久留 赶紧杀 好 齐勒格尔布河两只眼睛 冒出凶光 斩 骂 把齐勒格尔布河气坏了 我的仗中 有人替铁木珍说话 慢 这是谁啊 不光是齐勒格尔布河呀 仗中所有的人全都求 到底谁说的这个慢字 感情说话的这个人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客卿 他被聘为首席长老 他是苏尔登人 叫陶尔根希腊 岁数大了 就得尊敬尊求 齐勒格尔布河问了一声 长老 为何说一声慢呢 啊 大王啊 您要马上出展铁木珍 事情可就大了 大王啊 凡是三思而后行啊 这个伯特国虽然打了败仗 他们可传了二十几代了 地广民多 人才积极 他们的国军 偶然落在咱们的手中 您要仓促的把他杀了 他的兄弟 他的臣子 岂能善罢甘休啊 要以你之见呢 长老 讲 我看到不如将他暂时押尖 可以引诱他的亲朋好友 他手下的臣子来救他 他们来一个 咱们捉一个 他们来两个 大王 您就可以捉一双啊 等到他们内部瓦解 成破之日 再杀铁木针 好好好 长老技高一筹 奥尔古拉 传我的命令 严家看管铁木针 安排埋伏 又杀前来营救铁木针的敌人 这奥尔古拉心里可不愿意 心说也成了梦多 嘿 他瞪了眼的老头 你这个桃尔根希腊女 为什么不让 立刻斩杀铁木针呢 那么这长老 为什么要拦 长老是个好人 他看铁木针是英雄 不忍得看铁木针 人头落地 为了庆贺这胜仗 太齿乌 合影上下 大宴三天 这些当兵的 大块的吃肉 大碗的喝酒 铁木针 可被关在监牢啊 脚下是料 奸生是家 看手看得挺严 这看手的 还到数了铁木针 你瞧 我们哥俩看着你 算倒了没了 三天 那么好的吃的 那么好的喝的 看着你 没法吃没法喝 我说 你刀了管什么 你去找去 找奥日古拉 让奥日古拉 跟大王说 把他宰得得了 铁木真是强压怒火呀 突然间一想 我现在被秦生死 犹贪 倘若奥日古拉 要偷偷地 把我给杀了 我可死得太窝囊了 不成 我得想办法逃 第三天晚上 机会来了 这两个看手喝得烂醉如泥 晃晃悠悠回来了 把这两个替班的给轰走了 这二位呀 靠着墙 睡着了 铁木真一看机会到了 把浑身的力气望上 一挂灌到肩板上 灌到胳膊上 使尽全身之地 开 尖上的家 成了两半了 他伸手把这家抄起来 啪啪 把这铁料砸开了 这俩小子被吓醒了 撑起来跳起来了 一个小子举着刀 就奔着铁木真来了 铁木真往旁边一扇 躲过兜风 然后拿着木家一扫 这小子脑袋就飞了 铁木真踹开楼门 垫不宁妖 蹭下跳出来 还一小子呢 你跑 举着刀追 铁木真飞起一脚 就把这小子踹趴下来 然后给他一板 啪 扑的一下 脑僵崩裂 这小子也完了 铁木真一踏实 叉叉叉叉叉叉叉 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一会儿的功夫 这营房里就敞开了 了不得了 铁木真跑了 铁木真杀人跑了 快追呀 快追这铁木真呢 灯球火把量子油松 就拉起了几条火笼 到处搜这铁木真 找不着 这事情呢 就是这么巧 没让齐勒戈尔布和 杀铁木真的 这个首席长老 陶尔根希拉 晚宴过后回家 他骑着马呢 经过一片水草覆盖的湖边 就发现这水面上 啪啪 一闪一闪的 勒住马里 一看呢 水面上浮着一个活人 陶尔根希拉看清楚了 脚上有铁料 放出的光啊 这不是铁木真吗 草原上传说铁木真 是个人是个大福大贵的真命天子 看起来他大难不死 必有神助啊 这是大贵人呐 我得做点人情 又倒是人情 又倒是人情流一线 日后好相见呢 他就冲铁木真喊 水面上那个还不死的铁汉子 你快跑吧 搜索你的兵马 刚过去 你赶紧回家吧 我不会告发的 你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陶尔根希拉 说完这些话 陶尔根希拉 骑着马回家 到了家 大儿子赤老温 出来迎接 陶尔根希拉 就跟赤老温 讲了 遇见铁木真的事 儿啊 你可得保密 千万别说 刚说到这儿 碰碰碰 有人叫门 赤老温把门打开了 陶尔根希拉 一看 满身血迹的铁木真啊 哎呀 铁木真啊 我叫你回家 你怎么上我们家来了 你这一来 我们 人俩都得倒霉呀 这是杀头的罪过呀 老伯伯 今夜搜查得太紧 我没有办法上路 请容我 在您这儿躲避一夜吧 赤老温 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爹 龙行须有云遮户 困龙必有上天时啊 贝尔紫金氏的子孙 铁木真有天命在身 您 为什么不能 让他在咱们家中躲避呀 啊 儿啊 你说的有理 贵客请进 铁儿俩把铁木真让进了帐篷 帮着他卸下脚料 而且招待他 美美的吃上了一顿饭 让他安歇睡觉 第二天天光亮 查铁木真的人就来了 陶尔根西拉推门一看 坏了 奥日古拉带着好几十个兵来了 他赶紧退下来 让铁木真躲进旁边一辆车里 上边就把羊毛全都盖上了 盖得挺厚的 刚才好 奥日古拉带着兵来了 他一看 这是陶尔根西拉的家 哎呦 大长老 我可跟您说 这个死球铁木真 越意逃跑了 查了一宿没查着 大王可生气了 传下命令挨尖查 对不起 打搅了 没关系 查吧 不做害人事 我不怕鬼叫门公事 您就请查 奥日古拉不客气 所有地方全都搜遍了 没查着 他两只眼睛贼狗溜秋的 就看见那辆羊毛车呢 赤老温心里有数 他在车子旁边正劈柴火呢 一看奥日古拉一步一步 靠近这车 赤老温 猛然间想出一主意来 心说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就把手中 这把斧子举起来了 跳着脚的 指着奥日古拉骂 你这个不要脸的他他儿 你这个败家的奴才 叛逃的混蛋 我们偷你什么东西了 上家随便的查 我刚装好的羊毛 你要翻 这么大热的天 我能把人捂到羊毛底下吗 怪不得有人杀你大老婆小老婆 你怎么竟干缺的事 你翻 你要翻不出来 看见这把斧子没有 你今天就甭打算活着回去 奥日古拉一看这赤老温吓一跳 这就是老家伙的大儿子 听说的大家不要命 这个儿可够可以的 就这红脸堂高全国 浓眉大眼的跟邓似的 光光不吃眼前亏 你是赤老温吧 我是奉命行事 查不查得关我什么关系 走 查下劲 他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劲 带着兵就走了 这帮人走了 人家俩赶紧扒开羊毛 恐怕把铁木真给闷死 把他请出来 帮他擦汗 换上衣服 桃儿跟希拉 跟铁木真说 太闲了 哎呀 你看我这宝剑都拉出 我就等着拼命了 铁木真公身一礼 多谢老伯和兄长 你们救我 逃脱此劫 有道是大恩不言谢 容日后再报活命之恩 我得赶紧离开险地 赤老温伸手一拦 大王 今天我算德语英明之主了 我随你一块走 好 我们伯特国正需要你这样的猛事 桃儿跟希拉点了点头 好啊好啊 让你去吧 一路上保护主人 不要出错 你们带着奶酒 熟肉跟干粮 听说 赫沃伦夫人得知 可汗深陷敌营 已然派人前来接应了 也许你们能碰上了 事不宜迟 两个人带好了东西 骑上战马 够奥奔回程 跑着跑着 看前边走过了一个孩子 手里头 煮着铁棒 一脸的病龙 铁木真心眼好一雷马 小兄弟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我带你去治病吧 主公 我是木华梨 哎哟 木华梨啊 你怎么这个打扮呢 主公 可找到您了 那天您在战场失踪了 我们可急坏了 到处找都找不着 听说您落入敌人之手 我们不敢去救吧 不明情况啊 就派人到处打听 后来 听说您从牢房里逃出来 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 太赤乌布撤兵了 我们才出来找啊 如果您真的被敌人捉去了 逃不出来 我们就准备跟太赤乌布 一死相拼了 我是先行一步 出来探听消息的 木华梨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来 我给你指引指引 这位是赤老温哥哥 咱们一块回国吧 三个人回到了巴拉谷号热 母子相见抱头痛哭 赤老温过来拜见了赫俄伦夫人 这时候派出的队伍 陆陆续续全都回来了 铁木针拿眼睛扫了一遍 母亲 我二弟跟我三弟呢 蒙哥立刻过来了 大王 太赤乌人撤兵了 您的二弟跟三弟去追赶敌人 没想到路上被盗贼偷走了八匹扇马 他们知道大王 你已然回来了 就让他们守下的兵回来了 他们哥俩呀 去寻找那八匹马去了 哎呀 丢马是小事 怎么能让两个弟弟去冒险呢 穆华黎 你们赶紧守住咱们的坊地 我去找我的二弟三弟 铁木针马上带上几个骑兵 就冲出去了 到了岔口了 铁木针勒住坐进 你们几个人 奔那边走 我一个人去找 咱们回来 就在这地方见面 好吧 手下的人骑着马走了 铁木针望前一催马 这一天 他来到了阿尔鲁特部的营地 太阳已然落山了 他得找地方先住去呀 走着走着 看前边有一户人家 怎么这么多马呀 几千匹骏马 里边有一个看马的 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十五六岁 比自己小一点 长得特别古怪 这身材呢 就跟猴似的 脖子挺粗 像熊的脖子 白白的脸台 这头部是紫颜色的 手里拿着刀 正在这踢牛肉呢 铁木针 在马上坐着 他打眼睛 扫了一下马群 寻找这八匹马 这孩子可看出来了 当时把这刀一举 腾腾腾就冲到了铁木针面前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偷看我们家的马群吗 你干嘛这么横啊 我告诉你 因为我丢了马了 看你这马那么多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丢失了马匹 他练了群了 跑到你的马群之中 所以我才看了看你的马群 哦 那么你先告诉我 你是哪个部落的 叫什么名字 丢了几匹马 铁木针 道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 没想到 竟然得了一位忠臣 博尔树 咱们下回